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人民日報在Twitter上發表了一條貼文 這條貼文的內容 剛好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所說的言論 是完全相反的 這條貼文說到 近日有一則軍運會期間 有五名外籍運動員 因為病了 被送往武漢市金銀潭的舊文 引發了網路熱議 有網友提出 到底這五個人究竟是不是零號病例 對此 金銀潭的院長趙定宇說 這五名外籍運動員 其實是患上了弱疾 並且已經得到妥善的安置 和肺炎是完全無關的 這其實是從寶女內部 激破趙立堅所提出的美國源頭論 因為他的言論 其實是基於這條不準確的舊文之上 所作出的猜測 如今人民日報已經在Twitter上作出澄清 不過大陸的小粉紅仍然是看不到的 因為需要翻牆才能上Twitter 所以他們繼續批評袁國勇教授 我留意得到香港還有些聲音說 袁國勇教授這篇文章其實是維穩的 甚至乎我們短片的留言板都看到有類似的聲音 我不是這樣看的 起碼袁國勇教授這篇文章 就將美國源頭論完全下閘 就是指出他沒有科學根據 然後他將焦點從美國帶回到中國 起碼這件事是有所成效的 我又不覺得他有多少維穩的成份 可能他所說的野美市場未必符合得到某些人的答案 但是你也不能夠要求他一定要說出某一個答案 你才認為他不是維穩的 這件事我又覺得不太合理 至少他將焦點已經重新帶回到中國 我覺得他已經做足了本份 接著我們又說說另一件事 這就是關於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他每一次走出來當然都是妙語如珠 今天在記者會上他又是爆發的金句 到底他說什麼呢?其實重點是有兩個 第一 耿爽強調 近年以來美國政府對中國媒體的駐美機構和人員的正常新聞報道活動 無端設置限制 無理刁難 不斷升級對中國媒體的歧視和政治打壓 中國媒體駐美記者生活和工作正常秩序遭受到嚴重破壞 特別是在今年2月 將5家中國媒體駐美機構列為外國使團 隨即又對這5家機構採取了人數限制措施 變相大量驅逐中方媒體的記者 事實充分證明 美方標榜的所謂新聞自由是十分虛偽和具有欺騙性 中方多次就著美方的創造法 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表達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 嘩 厲害了你 我們就一定要拆解他這些詭辯法 他說到別人的新聞自由是十分虛偽和具有欺騙性 新聞自由其中一條支柱其實就是編輯自主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美國的媒體絕大部分都是私人機構私人資金來營運的 他們絕對是有編輯自主的 他們可以依據記者所採訪得來的資料 作出如實的報導 就不會有任何方向性的指示等等 但是中國的媒體全部都是官媒或者黨媒 所有的媒體都是由國家機器來控制 由國家資金來營運 完全是有一個言論審查 因此所有違反國家主旋律的報導 一律就不能夠刊登 在這樣的情形下 其實才引伸到在香港電台這個議題 成為了他們的爭議焦點 因為他們經常覺得 包括那群藍絲或者建制派都是 既然這個香港電台是由特區政府的公帑給錢的 他就理應成為這個官方媒體 他就理應為特區政府所有的政策和措施來補價護航 這些就是錯了 你就是把大陸那一套套用在香港身上 因為大陸其實沒有一個所謂的公共廣播機構 全部都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 所以才會使得他們對於港台的定位有這麼嚴重的誤解 由一個沒有新聞自由 國家的外交部發言人來批評人家的新聞自由 是十分虛偽和具有欺騙性 你說這個諷刺不諷刺 他還有另一個重點 他就說到對於美方種種的打壓和歧視性的做法 中國的媒體其實已經是忍忍太久了 但是委曲還未能夠求全 美方便變本加厲 對於不公平的遭遇和無理的打壓 面對著雙重標準和霸權的欺凌 中國記協已經代表中國媒體對美方進行了揭露 表明了堅決反對的態度 既然忍不了你就不要忍吧 其實現在已經不斷開拖了 對於美國的媒體 但是你只是局限在媒體戰之上 在貿易戰上你又不敢出聲 不知道為什麼呢 這裡又說忍忍太久 那一邊變成死狗 一美就叫美國麻煩你降低關稅 降低關稅就什麼都肯制了 連這個喪權辱國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都要簽定 被迫購買兩千億美元的貨品 那你那裡也不要忍吧 忍得太久就不要忍 這些純粹就是打嘴炮 接著就說回本地消息 面對著全球經濟下行 其實各行各業的前景都不是太過明朗 尤其是在出版業更加走入了冰河時期 昨晚傳出消息說大眾書稿全線16間分店都會結業 而今晚又有消息傳出 這個商務印書館至少有三間都要遭遇期滿而倒閉 這個當然反映出出版業界的筆景氣已經去到臨界點 是頂不住的了 不過冰封三尺並非一日之寒 這個出版業界的筆景氣並非這一兩天的事 其實就由來已久 話又說回頭 有些人以為大眾書局是三中商的集團一部份 這是不正確的 因為大眾書局其實是新加坡資本 他看到你賺不到錢 他完全沒有斷捨離的問題 總之一看到業績健康已經救不到 那就倒閉吧 這個其實我也覺得沒什麼可惜 因為這件事其實市民是用鈔票來決定命運 絕大部分人都不再去大眾書局幫襯的時候 那又有什麼可惜呢 實請這個商務印書館倒閉 更加不可惜 很多人都說齊鼓掌 這個其實就關乎到書店的定位和轉型的問題 面對著高新科技的發展 尤其是網購和電子書 雙管齊下的衝擊 傳統的書店其實就受到重創了 比如說大眾已經倒閉了 商務、三聯和中華 其實都是傳統書店 那有哪些是非傳統的書店呢 我舉個例子大家明白了 就是成品書店 他租了幾層樓 但他絕大部分都不是賣書 如果他租了幾層樓全部都是賣書的話 他就聽黑迷 很快就倒閉了 其實在那個成品書店裡頭 相當大的部分是出租了給其他人 比如賣咖啡、茶葉、賣精品、文具等等 總之他就賣很多和文青相關的物品 這些就算是高增值的貨品 你比起這個書本 其實賺錢就真的不多 因為香港根本沒有多少人去買書 因此成品其實是相當聰明的 將自己的書店就分租出去 起碼這部分的營業額都頂得上交租 不用倒閉 這就牽涉到所謂書店的轉型和定位問題 至於網購對於傳統書店的衝擊 都是相當大的 比如說大家要買台版的中文書 那你就可以去到博客來 如果要買國版的那些 就可以去淘寶或者京東 而且這些網購就送到上門 當大家買的不是說一兩本書 而是說一二十本的時候 這就相當方便 不用稱職在傳統書店那裡 再加上有些電子書 比如說KIDO那些 但我不喜歡看電子書 因為摸不到本書的質感 始終我比較傳統 起碼有一本傳統的實體書 摸上手 揀一下揀一下就比較過癮 而且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電子書 你很難去做那些所謂的 讀書的閱讀的摘記 即是做那些紀錄 做那些註釋 你是完全是寫不到的 你教我 當然有些人告訴我可以 我就不習慣這樣用了 起碼我有本實體書在手 我就喜歡怎樣畫也可以 怎樣去間線也可以 怎樣去做筆記也可以 這個是比較方便一些真正讀書的人 除了說出版業界不景氣外 其實這個姊妹也是面對相同問題 尤其是來到現在二十一四幾的二十年代 大家都習慣了拿起手機 或者拿起電腦 就已經可以看到一些新聞報道 大家變成沒有了那個習慣 我想大部分人都已經沒有了那個習慣 來買一些付費的報紙 相反我在網上給錢的Pay subscription 無論外國或者本地的報紙 我都有給 但是你叫我再去買這個實體報紙 我就沒有了那個習慣了 當然有些人喜歡去炭早茶 現在少了很多 因為非常時期 你去炭茶的時候買一份報紙 在這裡來添添添添添 都是過癮的 不過大家看到 比如說去坐車的時候 都少了很多人拿那些免費報紙了 就不想油墨沾上手 那大家在手機上 一開Apps出來 都已經看到相同的內容 其實我也觀察得到 起碼在香港的情況是這樣 市民接受這個電子化的報紙 就容易過接受電子書 因為電子書來講 始終都不是太方便 大家都傾向拿回一本實體書來看 只不過報紙 我相信大部分人 都在Apps取代了 所以這個姊妹 就比起出版業更加不景氣 好了 這一節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